2023年末世七年开始 给你看证据 被提到 亚伯拉罕是犹太人最初的祖先 他出生于亚当世上第一个人 被造后的1948年 圣经虽没在任何经文中 直接告诉我们这一点 但圣经很细致地 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家谱信息 以便让我们可以 照着他每一位祖先诞生的时候 来把这推算出来 上帝造亚当 亚当130年后 生了赛特 赛特105年后 生了尹罗氏 尹罗氏90年后 生了盖南 盖南70年后 生了马勒列 马勒列65年后 生了雅列 雅列162年后 生了以诺 以诺65年后 生了马土萨拉 马土萨拉187年后 生了拉麦 拉麦182年后 生了罗亚 罗亚500年后 生了陕 100年后 洪水泛滥 洪水两年后 罗亚生了亚法萨 亚法萨35年后 生了沙拉 沙拉30年后 生了西伯 西伯34年后 生了法勒 法勒30年后 生了拉吾 拉吾32年后 生了西路 西路30年后 生了拿赫 拿赫29年后 生了塔拉 塔拉70年后 生了亚伯兰 亚伯拉罕 这些年份加起来 总共是1948年 所以亚伯拉罕 是在第一个亚当 被造的1948年后出生的 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 成了有灵的活人 幕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 成了叫人活的灵 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 头一个人 亚当是出于地 乃熟徒 第二个人 亚当是出于天 耶稣 历史见证了犹太国 以色列是在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 后的1948年诞生 成为一个国家的 这亚伯拉罕和以色列 同样的在1948年诞生的神迹 已应该让任何人都明白 唯有真神上帝耶和华神 才办得到 此六千年跨世代的巨大神迹 要实现这1948的神迹 你需要每个亚伯拉罕祖先 生命里的事件 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 出生 育偶 结婚并生子 这需每个人生命的一切 连串不间断地 发生在非常特定的时间点 以便亚伯拉罕 可以恰好出生在1948年 然后 你又需要所有的世界大事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点的配合 以导致希特勒在特定的时候 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 以便促使在那时 才新成立的联合国投票 承认以色列国 好让犹太人在1948年时 可诞生为一个国家 圣经已在和西阿书一章 二 三 六 九节中预言了 犹太人将会在德国 古名称戈面时 不受到神的保护 因为犹太人大行淫乱 离弃耶和华神 这还不够不可思议吗 还需要什么证据 来证明耶和华神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呢 约翰福音10章25节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约翰福音10章30节 我与复原为一 这神迹应该引起每个人的注意 甚至惊恶 以积极地去了解耶和华神 再让我们知道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将要发生 耶和华神实在用一个跨越6000年的神迹 来宣告末世一代一到来 就照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预言的 马太福音24章32-35节 耶稣说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以色列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在1948年发生了 你们就知道夏天尽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自尽了 正在门口了 耶稣他将再回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以色列是末世一代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这预言必定会成就 圣经还告诉我们 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的信徒们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加拿太书三章六至七节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加拿太书三章二十九节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因此神赐予亚伯拉罕应许之地 将预示着耶稣基督的信徒们 也将得天国的应许之地 因为在神眼里 信徒们都是信之父 亚伯拉罕的后裔 让我们先来看看 1948年亚伯拉罕诞生后 发生了什么 当他在75岁的时候 因为他信于忠于上帝 耶和华神把他 从他居住的地方召唤了出来 并赐给他应许之地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 后来神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亡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 创世纪十二章四节 亚伯兰就照着 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75岁 创世纪十三章十五节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耶稣基督向那些相信 并爱他的信徒们 也做了同样的承诺 他将把信徒们 从在居住的地球上给带出 带到天国的应许之地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 一至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 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 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从第一个亚当算起的 1948年 在家75年时 亚伯拉罕得了应许之地 那么从第二个亚当算起的 1948年 在家75年时 信之后裔 耶稣的信徒们 将会得到天国的应许之地吗 1948年 加75年 是来到了哪一年 已得应许之地呢 是2023年 这是否在告诉我们 热心跟随耶稣的信徒们 在今年就将被提到 他们天国的应许之地去了吗 如果被提没在2023年发生的话 那么我所理解的 这计算方式 就是有了偏差 即便如此 我们仍然知道 被提也已很接近了 但如果这个计算是正确的呢 多短短几个月 2023年就会结束了 所以 末世七年大患难 可能会在几个月 甚至几周内开始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信徒被提 也就要发生了 肯定的 这一切很快的 就会要到来了 你们真的不能进入 这个绝对可怕的时刻 但需了解的是 只单单晓得和盼望着被提发生 是不会使人们有资格被提的 路加福音9章23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马太福音10章38节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马太福音7章21-23节 凡称呼我 主啊 主啊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 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敏感鬼 奉你的名行 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启示录三章15-16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 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马太福音24章38-41节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假局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自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 娶去一个 原文G3880 娶去 与自己结合做同伴 撇下一个 原文G863 送走 丈夫与妻子离婚 两个女人推磨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我要你们都被取走 不可以被撇下 时间不多了 把这所剩不多的时间 尽心 尽兴 尽意地献给主耶稣吧 逃离这恐怖的末世七年 只有靠着耶稣 把我们提走 你们需赶快领受 上帝耶和华神的恩赐 诚心地向耶稣基督 承认自己的罪 向他悔改 相信他为你的救主 成为新造的人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 以福所书四章 17-24节 热心地跟随他 主内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 就要把我们提走了 大家要保持 准备好的状态 我们就快见到主了 要竭力地进入窄门 路加福音13章 24节 要对主热心 要悔改 启示录3章 19节 大家要继续保持警醒 时刻靠着主的宝血 来洁净我们的圣殿 哥林多前书3章 16-17节 在这最后的时间 要谨守着你们的冠冕 把主所为我们 做的一切 永迹在心中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 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但你却观看这视频 直到这里 朋友 这不是偶然的 请认真考虑 做这重要决定 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来被拯救的期限 即将结束 约翰福音3章 16-17节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 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 借着他得救 使徒行传4章12节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马书10章9-10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心里相信 就必称义 用口承认 就必得救 约翰一书一章9节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公义的 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竭 我们脱离一切不义 你现在 就可以借着祷告 接受耶稣 为你的救主 你可通过祷告 向耶稣敞开心扉 用真诚的心 邀请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中 耶稣知道你的心 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 过于你的言语 以下的祷告 可以让你作为参考 亲爱的主耶稣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我相信 你是天父上帝 差遣的独生子 成肉身来到世上 为我的罪钉 死在十字架上 受死后 第三天复活 我承认自己 是一个罪人 并清楚知道 唯有借着 您耶稣基督的宝血 才能洗尽我的罪 感谢您赐下久恩 让我有了永生的盼望 现在 我愿意诚心悔改 打开心门 接受您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求您赦免我的罪恶和过犯 救赎我 赐我牺牲命 求您的圣灵 现在进入我的心 用您的圣灵 灌注我 引导我 使我做心灶的人 成为上帝的儿女 引领保守 我一生跟随您 敬畏您 爱您 遵行您的话 也愿您眷顾赐福 我和我的一家 一切荣耀都归给您 我这诚心的祷告 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 名祈求 阿们 我这诚心的祝福 我这诚心的祝福 不得的